欧洲还是小型车的天堂 就是那种A0级的那种小车 Polo这个级别的 你看远处是一个非常老的法比亚 它的旁边是奇亚的Picanto 然后是嘉莲华 桑德和Ibissa 那个是法比亚 这是Ibissa Ibissa是Polo的兄弟车 那个小mini 这又是个Kleer 这个就是最新的208平台的Ober Corsa 你看C3i Cross 这个是207 这个是A6旅行 太多了 我这还有一辆C4 这是Countryman 这是老C4 旁边Clear 这个是老的Yaris 基本上一眼望过去 要么是小车 要么旅行车 要么就是那种小型SUV 三箱车太少了 像尼桑这个肖克这种车都属于大车了 这个好像不是肖克 这是齐骏 这是齐骏 Extra 果然 老开迪 208 刚才是207 Ibissa 最新一代的 就是Polo最新款的那种同级的 C1 Iago 这两个车有渊源 这个因为是改款的 它改款之前 就是上一代 和它长得一模一样 双升车 包括了个108 当时好像叫107 这个样子就是比亚迪的原型车 Iago 马尔 这是上一代的卡罗拉的脸乡版 这是法比亚的旅行 是A0级小车的旅行版 然后那个是208 刚刚那个是比亚迪F0版的Iago 这就是最新一代的了 Iago 分田的 F5版 都是一个级别的小车 欧洲不仅有那种 A0级的小型旅行车 就那个Fabia Kombi 或者那个Clear 早年都是有旅行版的 还有基于A0级小车平台的 那种小型MPV 比如这辆特别经典的福特B Max 这是嘉连华平台的 居然是侧华门 非常的鲜明 在那个时代代表着 欧洲MPV辉煌时代的 一个典范 这个车就类似于 那个1007标志 那么小的一个小车 双门也是侧华门 这个车的最大特点是 无避住 前门和后门打开了以后 中间是空的 然后它对应的欧宝 有个叫Machvian 那个小车 那个是对开门 一个小型的MPV 这些都反映了 都反映了欧洲这种小型车市场的 这种鲜明的特点 这个是上一代亚特的三箱版 这边的三箱真的是太稀有了 尤其像这种车的三箱版 再倒是有一个S90 S90这个车是不是中国大庆工厂生产的 这种三箱车太罕见了 像这种9060这种车几乎看到的 人家90% 九成看到的都是旅行版 一眼扫过去 基本上都是碾香车或者旅行车 我又看到了前些天第一次看到的 赖辆308SW 过来瞅一眼 SUPERB空北 然后上一代卡罗拉旅行 C3 我说的是这辆车 前些天刚刚拍过 那天是第一次看到它 今天又看到了 看样这个车主的话 经常把车停在这儿 好多人说到这个拖车沟 说是什么原厂的还是怎么着 还是第三方的 这个都有 都有 像没有的话我可以后期加装 你看那辆207它也有 拖车沟在欧洲属于一个非常普遍的配置 就是说你在订车的时候 原厂就给你加上了 它是厂商的选配option里面的一个标配 就是一个标准的option 几乎所有的汽车品牌都会有这种拖车沟的选项 因为拖车沟这种文化在欧洲属于一种刚性需求 那个是207 旁边是206 这个是OpenCruiser 就是小型车文化的又是一个先名特点的代表 你想想这么小的车 还有一个cruiser 就是丰田的这种欧洲这种小市场 这个也算一个小型的SUV还是MPV 感觉一个小的样子还挺可爱的 这个206很经典 当年国内有的207拖车沟 刚才还说了个Bmax 这个就是Cmax了 Cmax又分五座和七座 七座就是长轴的 然后是七座版的 这是侧滑门 这个Cmax是五座的 就是对开门的 它这种画风就有点像比加索和大比加索的区分一样的 五座和七座之分 长短轴 308CLEAR 107 标志的107 刚才我说的就是老款的和比亚迪F0 长得一样的那个107还没换代了 又是一个Claire 雷洛的Kango 这辆斯科达的Roomster 空间大师 这个也是一个那种MPV和一种小型那种Crossover 跨界的那种车型 也是早就停展的车型 这种都是代表了欧洲汽车文化特点 那种小矮精 而且稀奇古怪的那种车型 就类似于这种Clubman 也是很古怪的 它的旁边居然是一个大MPV 也是早年的 那个标志的807和那个福特的Galaxy 是一个级别的那种大型的 中大型的那种家用MPV 我这种车早早就停产了 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停产了 那个时候的车还是一个侧华门的 它和那个标志的 和了雷洛的老的Espace 然后雪铁龙C8 法系的三个 长得都差不多 上面那个旅行驾都放在了尾巴了 可以滑动 欧宝的老Cossa 旁边是宁布宇宴 然后还是老的Cossa 也是销量很大的这个小车 这居然是一辆初代的雪铁龙C4B加索 再往前推 就是那个水滴造型的萨拉比加索了 然后它的下一代改款以后 就是现在我的那个小红 这是老的Polo 这个Polo还是TDI的 这么小的小车是TDI的 好像是1.2 TDI 大众有1.2 还是1.6的 然后这是那个V70 这个带拖车哥的V70 基本上这种大车带拖车哥就标配了 因为买这种车的都是那种中产 住在乡村大房子 它需要那种拖车进行一些 干一些出货 所以拖车哥是标配在欧洲很常见 就是这种小车一般带布的 家里面一般都会有大车 这是那个比较新的那个鱼燕 旁边那个是更新的 这是老的亚瑞斯 大奇亚桑的后 销量贼大的 四眼Polo 207 标志车太多了 这边是208 C1 又是一个Cossa 非常非常非常老的Cossa 奇亚的Hill 又是亚瑞斯 五盟版的福克斯 这个非常老的 当年在国内 我记得上海大洞就有的 还是蓝标 这个斯科达的标 TDI的三项版的 爱石 再还有一个宁木的Eglis 这边脸亮的斯科达旅行 都是最新款的 又是个亚特旅行 然后梅干纳旅行 Polo 加连华 欧宝的这个小车太多了 又是一辆 然后这是那个Crossland 欧宝的 还没有到PSI平台了 收购之前的 斯科达的斯卡拉 上一代的卡罗拉 这卡罗拉在欧洲 丰田里面销量 仅次于亚瑞斯 又走回到公司停车场了 虽然法系很多 随处可见 但大洞系也不容小觑 毕竟是欧洲一哥 你看7.5代的高尔夫旅行 然后这是B7吗 这是大洞B7的旅行 旁边是夏朗 这辆随着车308玻璃坏了 用胶线临时沾一下 T-Roc 奥迪A4 斯科达 敏锐旅行 又是高艾夫7.5 你看这一溜的全是大众系的 大众集团的 很流逼 又是个SUPERB 我们公司也有一辆 Ciglia Encyclia的旅行 旁边是C300亿 这个动力感觉得多强 好了 我得回办公室了 外面小风刮得好冷 现在这个深秋